来运通 大家周末愉快 我是老船长 他是猪脑袋 等一下 喂 川普是不是 你等会儿再打 我再录节目 吵死了你 川普打来的 照样不接 没有啦 同名同姓 人如果没有智慧 活在这个人世间 你就怎么样 就像扶贫一样 在汪洋里面摇摆不定 我为什么这样子讲 我不讲和 我也不讲祠堂 我讲汪洋 我现在把一个扶贫丢到汪洋 因为人生其实是很宽广 你可以在台湾从头到老 你都不出国 如果你要出国 这个世界你是玩不玩的 对吧 那世界之大 大家就要去想 一个扶贫 在这个海洋有多大 就像世界一样 你在这边飘 你没有办法靠岸 那你就怎么样 浮浮沉沉嘛 那老船长为什么你要这样子讲 我希望借由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比喻 来告诉各位观众朋友 我们人来到这个世界上 一定不要像扶贫一样 你要能够怎么样安定下来 老船长扶贫就是这样 怎么安定 可以啊 一千万只扶贫 聚集在一起 它就不会随波逐流 它就会怎么样 团结在一起 就会固定住 对吧 这就是怎么样 我在讲这个东西是真实的 像蚂蚁过河也是 一只蚂蚁不能过河 成千上万个蚂蚁 它们搭乘着桥 就可以过河 这是一种聚集 是一种智慧 单一个人的力量 是没有办法的 所以我奉劝很多的投资人 你在股票市场 你不要觉得你就是天 你就很厉害 你要怎么样 去想办法 把这个世界上 在股票市场 可以跟你结合在一起的力量 你把它聚集在一起 我相信你会在股市 赚到你所想要的钱 我们就拿投顾节目来讲好了 投顾节目非常多 从早上到晚上 半夜还重播 你应该听哪一个老师的 你应该把哪一个老师讲的话 记在心里面 哪一些是对你有帮助的 可能一开始你还不觉得 但是随着时间的过往 对不对 如果一支浮贫 飘着飘 遇到第二支第三支 成千万 上万支聚在一起 它就怎么样 有力量 那很多投资人不是 他不是像老船长讲的 他要去找寻智慧跟力量 他是专门在怎么样 找捷径 哪一个老师讲得怎么样 越耸动 越好听 但是你会去想 这有可能达成吗 而且好像突然间 从花果山石头蹦出来的 没有前因后果 就怎么样 好棒好棒好大赚 观众爱听 这么长的日子以来 我发现就观众爱听 人家讲有什么样的观众 就会有什么样的投顾老师 对吧 我们就以今天的行情来讲 一定百分之百 有空投老苏 会打这一档股票 叫加登 你看所涨停 跌死了 开盘就跌停了 对不对 这股票这多头吗 有观众一听 甚至有买加登的 吓得半死 这老师讲话好有道理 跌停 做多的老师 我们先不要讲 我就叫各位观众 如果今天一个做空的老师 他带着会员 在昨天 今天礼拜五 在昨天礼拜四 去放空加登的话 那么今天加登跌停所 我们说这个老师真的太厉害了 我们要给他掌声 有没有人有意见 我相信没有人有意见 而且带会员放空 还有一些前提 要符合老船长的标准 叫做他的会员没有空了一堆股票 没有被嘎死 你已经空了一堆股票 被嘎死了 你再叫一个抗讯说 空加登 你觉得你的会员有办法动作吗 没办法 那种也要剔除掉 那么剔除掉这些 昨天礼拜四 叫会员所有资金放空加登的 在这个市场上 我可以直接告诉你没有 因为难度太高做不到 但是今天礼拜五收了盘之后 说加登怎么样 叠死了 这个叫国小二年级来讲就会讲 有意义吗 当你们在看到这一类的节目的时候 你有智慧可以分辨出来吗 这样的节目对你有帮助吗 你学不到任何东西 当我破解之后 我解释清楚之后 你就懂什么叫智慧 智慧就是当别人在讲什么 你听得出来他在胡说八道 因为你的智慧够高 明白吗 好 那老船长 我觉得你讲得很棒也很对 但是你讲别人 那你自己又怎么样 我知道很多人会这么说 我就示范一次给大家看 今天礼拜五 麻烦拜托各位 去看我礼拜四的节目 一天就好 拜托 各位去看我昨天的节目 一定会看到 我在讲一档股票 就这一档而已 我说这档名字叫茂林 假如你们去看我昨天的YouTube 没有讲每一个观众来 跟我领五亿八千万新台币 我就只有讲它 我昨天就只给各位看这一张 然后我说什么 我说茂林 2019年大概赚三块左右 没什么了不起 股价一百多块赚三块 不行不及格 能不能买 我觉得不能买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但是请你注意听 我有没有请你们 打电话来我们公司 昨天 就昨天就好 老船长你有讲 我们不打 为什么要打 你叫我们打 我们就打 对那也没关系 我只是问你 我有没有讲 老船长你讲是有讲 好 你们有没有打 没有关系 我要先做到 我头顾老师应有的怎么样 诚信 我不能骗各位 对不对 我请你打电话来我们公司 然后我的助理会告诉你说 茂林 明年 再过几天就明年了 明年2020 我说过 金主圈的消息 叫做怎么样 EPS会多少 那为什么我要告诉你们这件事情 有没有根据 当然有 你们常常看我拿这张出来 你操作股票 这一辈子在股票市场 你就遵循我的骨海螺盘就对了 不可能会逃离我的骨海螺盘 各位看到没有 操作股票就是完全依照骨海螺盘就对了 每一个层面你都要去看 这个请导播照进叫消息 然后我还怕大家看不懂 有没有 我是不是把它倒过来 我说倒过来叫做消息 你看懂了吧 这两个字 国小三年级就会 有谁可以跟老船长说 做股票 消息不重要的 那那个人肯定是猪脑袋 我相信这个是废话 人人都赞成 然后我昨天节目就问说 你有没有消息 投资朋友的消息很简单 就看晚报 看飞叉东叉 听张三李四王二马子讲 就是所谓的消息 那人家讲人脉就是经脉 你的人脉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 那个水平是不一样的 所以投资朋友很难接触到怎么样 对他真正有帮助的消息 我讲这个话很客观 我没有瞧不起各位的意思 那小弟我刚好怎么样 有这样的机会 得到了一个好的消息 我说我跟你们分享 我的逻辑来自于八 这个八面 这八个面 我所创的里面的消息面 而这个消息面 它的比较就是 2019年赚多少 2020年可以赚多少 完全就讲EPS EPS各位看我测标就知道了 美股税后盈余 你给我讲这公司营收多好 什么东西 哇后都哇后 讲那么多废话没有用 你公司很赚钱吗 我公司亏损神经病 所以最后你要看EPS 但是如果一家公司 我昨天举什么例子 我说一家公司 今年赚五毛 听说明年赚五块 股票喷翻了 对不对 一家公司今年赚五毛 明年赚六毛赚七毛 请问你有什么用 没有意义嘛 老船长你有举这个例子 而且我有没有特别讲 我说马上就是一月份了 2020的一月要来 一月是不是叫元月效应 我有没有讲 我说投信外资 一月要重新布建股票 我说连这些法人 他们都很希望 能够有一些很棒的消息 就什么公司 什么产业 2019年不怎么样 但是2020年可能大爆发 那他2020年的一月 重新布建 压这些股票的话 他整年度的绩效 就会赢人家很多 我有没有讲 连投信连外资 他们都怎么样 希望得到这样的消息 毕竟他们不是公司派 你听得懂吗 但是我强调 我这边讲的消息 不是内线消息 内线消息是违法的 那有一些消息就是人脉 比如说你跟大老板吃饭 他觉得我公司产业明年会怎么样 我们估会怎么样 估可以吧 我看好怎么样 不是已经达成了 已经达成了叫做内线消息 我老板看好 对不对 那如果你跟我很要好 我跟你说 我自己产业 我明年也看得不怎么样 那你不要碰他的股票 这样大家懂意思吧 好 那有一个因缘忌讳 老船长知道之后 所以我立刻 我在礼拜三知道 我礼拜四立刻怎么样 请你们打电话进来 我们公司就昨天 你有没有打 你先回想一下 广告回来以后 我证明给你看有多精彩 导播 古海茫茫茫茫茫股海 您需要一位顶尖领航者 古海老船长 我们拥有阵容最强的 IR团队 提供您上市上柜 第一手讯息 我们拥有日夜盘 最先进王冠AI智慧系统 方向清楚 掌握致富关键 顾得投顾老船长 是您古海中的一盏明灯 顾得投顾咨询电话 0800-555-808 0800-555-808 您的理财专家 顾得投顾 我们拥有一流证券 期货分析师阵容 多空双向操作 为您累积财富 金融市场 委居多变 您需要更全瞻 更专业的团队 更拥明 避开风险 再创财户巅峰 顾得投顾 恰询电话 0800-555-808 0800-555-808 车怎么看啊 你怎么看啊 预防二次交通事故 有法法 1. 开启危险警告灯 在适当距离 放置车辆故障标志 或其他明显警告设施 2. 拨打110报警 或119救护伤害 3. 交汇车辆位置 可用手机拍摄机证 4. 无人受伤时 当车辆移到 不妨碍交通的地方 有人受伤时 当事人均同意 再移动车辆 5. 在路边或路外 安全的地方 等候警察到场处理 预防二次交通事故发生 放播话已等就对啦 刚才广告的时候 我在跟摄影师 在争议一件事情 我跟他说 莱茵盒这么有名的盒 就在法国 他居然说没有 各位观众 人一定要读书 不然的话 真的很好笑 对不对 莱茵盒都不知道法国 是不是 好啦 我不会讲你是谁啦 不用担心 刚才讲哪里 好 那我请大家打电话来 我只有一个用意 就是说 当你听到我的助理跟你说 明年EPS 上看多少 2019年今年多少 你自己做一个判断 你就知道要不要买 昨天是礼拜四 对不对 你打电话进来 你听到之后 你可能整个晚上就不要睡了 老船长我们没有失眠 干嘛不要睡 我知道你没有失眠 你睡得很好 但是你打电话来 你听到说 EPS上看多少的时候 你会高兴到睡不着吗 你只要是一个正常的投资人 对不对 昨天有打电话进来的朋友 我这样讲有夸张吗 有些人真的打进来问了 问完之后呢 好 那礼拜四问到了 今天礼拜五嘛 一大早 一大早嘛 我是讲帽龄的哦 我没有黄帖子 没有立可白哦 今天早上帽龄怎么样 注意看哦 看好了没 你会不会买 你没有看我的节目昨天 你也没有打电话进来的人 我跟你打包票 你绝对不会买 你昨天有看我的节目 而且你有打电话来我们公司的朋友 我也认为你不会买 老船长为什么 这个道理很简单 因为很多投资人都被骗怕 我们小时候就知道狼来的故事嘛 第一次说狼来了 大家去救他 他很高兴 你看大家很关心我 骗你们的这些白痴 第二次又狼来了 大家又去救他 到第三次狼真的来了 没人去救他 他被咬死 因为投资人都怎么样 被老师骗怕了嘛 但是你们要相信一件事情 我的节目 你看你可以放心 我手插自己死 我对观世音菩萨发誓 我下十九层地狱 不得好死 我这些造假 就是赔五亿八千万新来币 十几年来有人敢比照我吗 我退出头顾业 没有人敢比照 但是人人都说自己不骗 你们参加之后才知道 是猪脑袋被骗 因为老师做的跟说的都不一样 老师做的都跟老船长讲的一样 一个月叫几十挡股票 老船长真的没有骗我们 我们上了当才知道 原来老船长讲的都是真的 我不会我说过我把你们当人 我的会员我也不会去骗 观众我也不骗 所以你们昨天相信老船长的人 电话很多啦 抱歉 打来听 真的喔 这样子喔 但是没有智慧 我一开始不是讲扶贫的事情吗 投资人就怎么样 在谷海里面浮浮沉沉 所以我叫谷海老船长 我要带领你们航向经营导嘛 你明白不然我为什么叫谷海老船长 我有经验 我有专业 我还有诚信 可能现在诚信不值钱啦 尤其是对投雇这个行业 放屁啊 诚信什么东西啊 我坚持 到我退休那一天 我坚持 所以昨天有打电话进来的人 你不相信我觉得很正常 我讲一句不好听的话 你的智慧还没有到那边 因为你没有听清楚我讲什么 你再去把我昨天节目听一次 我讲得非常清楚 这个消息不是随便来的 然后听完正常的投资人 反应应该是压房子买 躺着买 倒立着买 闭着眼睛买 压房子买 什么时候买 今天早上 你昨天打进来 你当然要等啊 等到开盘啊 对不对 整晚高兴到睡不着觉 这才是最棒的投资人 一开盘你就买 你为什么买 老船长的助理跟我讲啊 2019年赚三块 2020年上看多少 消息 我们也相信老船长啊 他没有必要害我们啊 你当然压房子买 因为听到太兴奋了嘛 买完之后呢 扎扎实实买得到 锁涨停 老船长 我知道你是江湖术士表演的啦 你会员 我会员请你注意听 我所有会员 全部资金只压这一档 什么时候买的 来 今天礼拜五 来 礼拜四买的 所有会员 所有资金 我没有在跟你玩什么会员分18种的 好不好笑 很多老师啊 压单股啊 他把会员18个会员分成18组啊 你买这一支 你买这一支 他买18档 有涨的拿出来那一组表演 所以你看 Core信什么都对 然后呢 另外17个没有买到啊 打电话进投顾公司抗议啊 什么东西嘛 我参加为什么没有老师骗 老师没有骗 他参加的 那个人是那一组 你是这一组 不然我帮你换组好了 别人怎么玩这些事情 我老船长不会玩 你放心啦 我相信有神明啦 我相信有时候 不报应在自己身上 报应在自己的家人身上 所以你们要看节目 要学东西 要真的 你就来看我的 我没有那什么每天大赚的 股票市场还有每天大赚 你不要骗我 哪一个投顾老师敢来跟我讲 说他每天都大赚 中华民国哪一个投顾老师 来敢跟我讲 就要来啊 少来这一套啦 我告诉你们 做股票要赚钱啊 虽然没有登天那么难 但是非常难 别的老师都跟你讲好简单 一只赚完跟着一只赚 你要不要跟着我赚 这一只赚完赚完赚下一只 尤其是那个 我开车听到那个投顾在那边 讲那个投顾节目 我简直就是想吐啊 夸张啊 每一只都大赚了 讲得不好听那些人我都认识了 鬼扯淡了 有的还在坐公车 穷得跟鬼一样 我不是说坐公车不好 我只是说你太夸张了 你这么厉害 你不早就发财了吗 对不对 所以人真的是 我常讲你开大门走正路 虽然很辛苦 但是对得起良心 晚上睡得好 平常吃得好 对不对 各位观众 所以你们看我的节目 你不会很讶异说 昨天他什么都没有讲 你脑海里面一定怎么样 哎呀 我连电话都没有打 或者是 我有打电话 可是呢 我没有买 接下来我要讲 如果来得及 我就说来得及 如果来不及 我就跟你讲来不及 昨天没有打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 你今天看了我的节目之后 如果你还相信 虎海老船长的话 我请你今天打电话进来 也就到今天了 这一集播完 你打电话进来 下个礼拜一 你千万不要打电话进来 我不愿意再讲 因为你都觉得消息很容易 你拿一个给我看看 我这个消息准不准 礼拜四告诉你 礼拜五就是这样 准不准 你自己说准不准 今天台北股市跌59点 杀得跟什么一样 问题出在哪 问题就出在这个消息 来自于金主圈 2020年看了EPS 吓死你 你今天如果打电话来我们公司 请你听好 你听到之后 你会说 124.5好便宜 我知道投资人都要等到股票发动了 才要相信 所以一辈子不会有钱 我讲难听点就是这样 你看到了又怎么样 我不需要你们来印证我 因为我做节目做给神明看的 124.5所掌停叫做超便宜的 昨天有打电话进来我们公司的 我现在讲你们都信了 对不对 夸张啊 今天所掌停刚好而已 那这家公司做什么呢 做什么的你们都不知道 来 导光版是什么 我自写在这边你都不知道什么意思 那你跟人家做什么股票呢 苹果笔电会发光 这样的键盘你有没有看过 还有穿戴装置 你不要告诉我苹果有什么了不起 他接苹果的单 没什么了不起 电子业范畴很广 像这种是比较特殊的 你就要小心 什么D-run啊 PCB那个是 一堆厂商在做 拜托你 导光版有几家在做 你去打听一下好不好 这种不是独门也是寡占 你明白吗 能够吃到苹果的 我说过技术都是一流的 13亿的股本 再加上我跟你讲 2020年预估看到的EPS 后面有的标啊 老船长一定长了我不要 没关系啊 我没有强迫你要打电话来 但是你打来你听到之后 你一定会说 这个价位太便宜了 一定还会再标 而且可能会再标一倍 你看我的节目扎扎实实 你再去看空头老书的节目 胡说八道 差别在哪 我相信有观世音菩萨 他们不信 他们觉得可以胡说八道 没有关系啊 很可惜 真的 你昨天没有打电话来很可惜 但是我觉得还来得及 真的还来得及 来不及我的个性说你们不要再打 今天通通不要打电话进来 因为老船长会害了你们 对吧 今天还来得及 相信我的人你打电话灌爆 这个五六日三天 你打了问了以后 我已经把话讲到前面 这个价位太便宜了 信我的人 麻烦你拿起电话 没有这么多消息 你们会知道的 而且我的消息来源 省准到 昨天讲 今天拉涨停 你就知道背后的力量 以后我的节目都要锁定 因为我会有很多的消息 你准备好了吗 五 开始 拨打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创意比赛 竟在运通 古海茫茫 茫茫古海 您需要一位顶尖领航者 古海老船长 我们拥有阵容最强的 IR团队 提供您上市上柜 第一手讯息 我们拥有日夜盘 最先进王冠AI智慧系统 方向清楚掌握致富关键 顾德投顾老穿账 是您古海中的一盏明灯 顾德投顾咨询电话 0800-555-808 0800-555-808 您的理财专家 顾德投顾 我们拥有一流证券 期货分析师阵容 多空双向操作 为您累积财富 金融市场位居多变 您需要更全瞻 更专业的团队 带领您避开风险 再创财富巅峰 顾德投顾洽询电话 0800-555-808 0800-555-808 古海茫茫 茫茫古海 您需要一位顶尖领航者 古海老船长 我们拥有阵容最强的 IR团队 提供您上市上队 第一手讯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